到周末了我们也来说一说 这个消费奢侈品的有意思的话题 法国奢侈品牌Chanel就星期一宣布 在未来的产品系列中将不再使用各类真意皮革 那这里提到的这个叫真意皮革 它的这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像这个鳄鱼皮啊 蜥蜴皮啊还有蛇皮等等 那Chanel的这个总裁还透露啊 未来也将会停用皮草 那并表示目前Chanel的商品中 使用皮草的数量就是非常少的 并且未来的高端产品将主要来自于 旗下工坊研发生产的这种面料 所以对于广大的小动物们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的那近年来啊 其实多家奢侈品和时尚品牌啊 都宣传了不再使用动物皮草 那欧美的一些城市呢 甚至是立法禁止销售皮草新品 比如说啊旧金山将从2019年起 禁止新皮草服饰交易 成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反皮草城市 那继旧金山之后 阿姆斯特丹呢也发起了禁止动物皮草 交易的立法提案 挪威政府啊也计划在2025年前 全面关闭动物皮草农场 这股反皮草浪潮啊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 其实这一股浪潮最一开始呢 就是从这个时尚界刮起来的 停用动物皮草在时尚圈呢 并不是一个新鲜事了 除了像Shanel一向与这个 这个Fendi还有LV并称为 皮草三大巨头的意大利奢侈品牌 Vaserti 它也是近期宣布过 不再使用皮草的这个材料 那其中的Calvin Klein就是CK了 它也是最早一个宣布 舍弃毛皮材料的这种时尚品牌 那于1994年加入国际 林皮草联盟 国际林皮草联盟啊 它这个组织一直都是呼吁 全世界的消费者 还有这个时尚行业 都要使用这个皮草的替代品 禁止因为皮草而进行的 这个动物杀戮行为 所以看来这个联盟啊 现在也是它的这个呼吁 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么多的品牌也都在响应它了嘛 对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 其实可以理解动物毛皮呢 作为一种天然材料啊 一直是受到设计师 与消费者的喜爱 它的温暖 还有高级的质感呢 也是深受这些富裕 消费者的一个欢迎 它有巨大的市场 就会有巨大的生意 那皮草制造与消费啊 也一直是奢侈品集团 利润最大的一个部分 例如这个Cucci2015年的秋季啊 就推出了袋鼠毛乐福鞋 就是当年畅销款 那如今啊 奢侈品品牌呢 纷纷主动拒绝皮草 很多人都在想一个问题 难道是他们不想赚钱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出来是很好的 钱肯定他们是要赚的 但是怎样取之有道 好好赚钱啊 看来是说 现在很多奢侈品牌 就真正是想好了 才做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嘛 那随着美国善待动物组织 多年来的这个持续抗议斗争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每一年的这个秋冬的 这个时尚发布会上 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啊 它会在这个runway show的门口 去举着这个大的条幅啊 然后去呼吁保护动物 越来越多的这种动物皮草啊 它这个随着现在这个视频啊 网络的发达 它对于动物皮草 获取过程的残忍视频被曝光 也是让消费群体就意识到 已经要开始转变 很多人这个心态了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心皮草生意背后的 环保还有人道主义的精神 几乎所有奢侈品牌 都接连陷入过这个 售卖皮草 虐杀动物的这个风波里边 在这之中啊 该不该使用动物皮草材料 成为了最争议的一个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 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英国皮草贸易协会啊 就指出 尽管很多品牌宣布放弃皮草 但其实呢 还在继续使用 英国今年4月 还爆发了皮草论战 其中呢 皮草支持者还声称说 消费者其实他有自己的权利 去自由地选择 而且啊 这个动物的皮草 其实是比人工皮草 更加可持续和环保的 那这个观点呢 其实也与国际 球皮协会一致 但是啊 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啊 动物皮草在这个社交软件上 确实是引发了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然后呢 这些社会问题 是不断地在增加 这种趋势啊 其实也带来了一种 新的消费选择 所以说呢 奢侈品这些品牌们啊 他们也是非常敏感的啊 他就会注意到说 比起设计上好看呢 看起来就是说 比起来设计上 你在这儿费很多心思 和看起来奢华 更重要的是 在社会问题上的一个 价值观上面啊 你要跟消费者们保持一致 你要跟得上这个 价值观的潮流 对 所以为了拉拢 这些年轻的消费群体啊 他们就必须做出一些 新的决定 做出妥协 那这一转变 或许就会让他们 失去一些 就是曾经的 这个皮草的 这个忠实拥护者 但是总体上来看啊 似乎还是力大于弊的 所以之前呢 Kucci就宣布说 加入国际 零皮草联盟的消息 传出来以后啊 他就获得了 大量网民点赞 那不少人也纷纷表示 将会加入到 购买Kucci产品的行列 而Fendi呢 也因继续出售 大量动物皮草产品 引来了 众多环保人士的 强烈抗议 动物保护组织 2016年啊 曾在香港的 这个Fendi的门店门口 就是抵制示威 来表示 他们需要保护小动物 不要对他们 进行这个残忍的杀戮 所以说你看 这个你的价值观取向 对于你最后的 这个人群 还有消费 还是产生很大影响的 对 尤其是这个品牌来讲 大家喜欢买一个奢侈品啊 其实呢 也是对它 一个价值观的认同 对 那其实值得一提的是 西方皮草市场 确实有所下滑 但是我们反观了一下 中国的这个市场 它却是一个 正在成长的市场 那据国际皮毛协会 可以提供的 最新且最完整的 一个数据显示 在这个2015年的 这个报告当中啊 中国皮草零售 总额为169亿 相比之下呢 德国 俄罗斯 或者是美国的 这个销售额 都没有超过15亿美元 尽管啊 这个呢 是在这几个国家 当中 他们都是这个 皮草的主要市场 但是却有很大的 一个差距 对 你看这个销售额 跟中国一比 一个是169亿美元 另外另外都没有 超过15亿 这都是很大的一个 观念上的差距 其实我更觉得是 大家对于这个 消费品 你是怎么认识它的 所以说呢 其实啊 虽然中国的年轻人 比老一辈呢 看起来在因为网络啊 还有时代的进步啊 他们会比之前 购买奢侈品的人群 更加的关注 可持续发展 还有环保的问题 那也正在逐渐远离 皮草啊 但是皮草仍然是 在中国 还有亚洲的其他地区 保持一个增长态势 对于奢侈品牌来讲 放弃利润极高的 这个皮草产品后啊 能否对于 各品牌的这个业绩 产生积极的影响 虽然现在还是 有待时间的考证 那不过可以预见的是 为了博得消费者的 这个好感 零皮草的这个队伍啊 是会继续的壮大 并且我觉得范围 它覆盖的也会 更加的广泛 对会从这些大的品牌 慢慢的聚焦在一些 更多的一些 小的品牌的加入 可能未来这个 零皮草的这个 加入的这个联盟者 会更加的多 谢谢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皮草其实是可以替代的 那这两年呢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造皮草 出现在各大的秀场上 虽然呢 它的材质呢 不如动物皮草珍贵 但是它的壮色搭配啊 以及独特的设计 以及呢 它的主打环保风 却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在一定程度上 它可以满足 人们对皮草制品的需求 同时啊 又避免了 对这个动物的杀略 所以啊 它逐渐的成为了 崇尚环保设计师的 还有消费者 他们的一个爱好的选择 对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从小呢 老师会跟你讲说 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 其实呢 动物它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 只有我们真正能够 跟小动物们和谐的相处 在一起啊 这个地球整个的生态环境 才能更加的健康 所以 但是像皮草的消费 它也是有一阵一阵的 这种感觉 现在西方人士 确实很多 是都会比较崇尚环保了 你看到说 在纽约也好 巴黎东京啊 他们这个大街上 穿这种 真正皮草的人 其实不多 但是我想相对来讲 就是中国呢 它会有一个阶段 过了这个阶段 可能更多的环保人士呢 就会意识到说 保护动物 保护生态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啊 时尚和保护动物 并不矛盾 那未来 或许我们将会看到 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 会跟动物皮草 说再见了 时尚行业呢 也许正开始走向 零皮草的时代 那没有皮草 没有杀害 但却依然可以 有美的感受 这样的时间啊 离我们也就不远了 就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